新闻来源 浦宁教育 情况通报 2024年9月21日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浦宁学校召开学生家长代表会 有网民反应会上该校校长有不当言辞 我局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进行核查 经查该校校长言辞不当情况属实 我局党组已对其做出停职处理 并要求其向学生家长道歉 浦宁市教育局 2024年9月23日 此前报道 校长称家长敢在摄像头前乱说话 是自掘坟墓 教育局已责成检讨道歉 谁敢说学校的坏话就要群起而公之 9月21日 广东省洁阳市浦宁市华南师范大学 附属浦宁学校校长在家长会上 当着众多家长的面训诫用语引发质疑 9月23日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从洁阳浦宁市教育局证实 已责成该校长向教育局做出深刻书面检讨 并向家长道歉 言语出格 校长训诫 家长敢在摄像头前乱说话 是自掘坟墓 9月23日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上 这位发抖音反应的网友 他回关了记者 一次家长录制的现场视频显示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浦宁学校 举行的主题为家校童心 共建共享的家长会上 校长杨某 代表校方与家长谈学校发展 孩子培养时 言语出格 既然有些情绪激动的训诫家长 我们家长敢在摄像头前乱说话 那他是自掘坟墓 你的房子也不要了 孩子也不要了 我们一定要坚决抵制 投影仪展示杨校长讲话的PPT页面显示 杨校长要求爱校教育 要从家庭做起 从父母做起 谁敢说学校的坏话 就要群起而公知 内部问题内部解决 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 办学追求 德财兼优 企致润心 知情合一 多元发展 记者多次致电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浦宁学校 对外公布的联系电话 均无法接通 公开资料显示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浦宁学校 是岸省一级学校 标准建设 是2020年 由浦宁市政府 华南师范大学 和浦宁市新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方合作创办的 12年一贯制公办学校 学校办学追求 德财兼优 企致润心 知情合一 多元发展 敢怒不敢言 孩子是家长的底线 这是用孩子赤裸裸 要挟家长 记者注意到 有网友表示 居然有这样的校长 这样的校长 都没人抵制吗 不怕家长们动怒吗 疑似家长对杨校长的训诫 表达不满 孩子是家长的底线 这是用孩子赤裸裸 要挟家长 这算不算威胁 他为什么那么激动 但也有网友表示 这是一个敢说大实话 有魄力的校长 教育局回应 已责成涉事校长 向教育局做深刻书面检讨 要求向家长道歉 是周六 9月21日 开家长会上说的 9月23日下午 介阳普宁市教育局工作人员 向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证实 此事的真实性 确实有这回事 开家长会是他们学校的事 我们领导已经接手去处理了 他这个学校比较特殊 校长是他们华师集团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集团 和第三方聘任的 工作人员表示 已有相关工作人员到 该校展开调查 相关图片上的言论属实 目前相关调查还在进行 但对涉事校长杨某 已做出初步处理 已责成 他在昨天还是前天 向教育局做出深刻的书面检讨 要求他向家长道歉